嗨 欢迎回到九九的频道 今天有个核弹籍的消息 就是OpenAI出了GPT4 Turbo 它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在GPT4的基础上有六大更新 我等一下给大家总结一下 每一次OpenAI出一个更新 就会死一批developer 从读PDF文档的 到语音转换的 到翻译的 到做图的Majourney 这次的更新 几乎就是把所有agent都干掉了 agent是什么呢 简单来讲就是小蜜 就是一个全职的员工 能够帮你做所有的事情 比如说衣食住行 帮你订酒店订机票 发短信 看日程 这次的OpenAI Death Date 就是开发者活动大会 45分钟的内容 全都是硬核干货 那为什么我说 几乎所有的agent跟chatbot 都会被他打垮呢 请看下面的总结 那在开始之前 别忘了点赞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其他六个主要的更新 都是围绕着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 第一点就是上下文长短的问题 我们之前呢 大概只有8k 上下文的长度呢 大概也就这么薄 也就是说超过这么长的文字的话 他也读不了 他输出的时候 上文加下文 是不可以超过18页的这种长度的 但是现在呢 有多长呢 GPTC Turbo 会有300页的长度 128k token 也就是说 你不要后过这本书的话 都能读出来 而且也能给你写出来 但是他上文跟下文的长度 那边我具体说明是 到底上文能有多少 下文能有多少 这要等他之后的数据出来 我们再可以看到 第二个重大更新呢 就是他给你控制的东西就更多了 就比如说 以前我们做开发者 用API的话呢 是没办法调用这个JSON文档的 那JSON文档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 给数据打标签的文档 就比如说 我们有很多Made Journey的提示词 那这个提示词呢 你怎么样去随机来生成呢 可以利用点JSON文档来随机生成 那这个是在我的课程里面 我大概要讲了一下 比如说你生成一个图片的时候 你要生成一只鸟 那这个鸟呢 它是个动物 Riding a purple flower 就是它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它是在做什么 然后所有的描述的东西 可以为它打成一个标签 而你在调用这个JSON文档的时候 你就可以利用它的归类 来随机生成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其实还是蛮有用的 就包括了Comfy UI 它用的这个workflow工作流 也是用到了.json文档 你看到后面都是.json 那除了能用.json文档之外呢 它还把这个调用函数 做得更精确 一次过能调用多个函数了 叫做function calling 也是以前就是开发者 在playground里面 一直都在要求的东西 有很多开发者 是单独开发出来的一个东西 专门做function calling 那其实在7月份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公司发展出来的一些 比如说调动这个function的 因为官方的API playground是没有的嘛 所以他们自己就开发了一些 比如说calling function的这些用途 那当时呢 我就其实跟我们群里面 另外一个小伙伴就说 这个功能只要官方一出来的话 这一批开发者又是全部都要死掉 其实OpenAI每一次做的更新呢 都是砍掉了一批 什么功能最热 你就不要做那个功能 因为OpenAI官方大概率 它会做这个功能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就好像Mid Journey和Stable Diffusion 它都有一个seed 有一个种子 那它能够根据这一个种子来生成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输出 那OpenAI这次也会出来一个叫做 reproducible output 也就是说你可以根据种子号码 重复的将某一个特定的输出 给你自己你的团队 或者你的客人 就比如说我自己搭建的这个 沙巴小蜜啊 那我给它设置的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就问沙巴 哪个设计酒店最好 它会回答说路马酒店 因为这是我自己设置的嘛 但是偶尔我发给不同朋友的时候 它会出一些不同的答案 也就是说如果我给它一个种子号码 我就固定说 我就是要路马酒店的这个回答 其实之前我遇到这个问题 是一直头疼的 因为我已经花了那么多的心思 把答案给到这个小蜜 但是就它回答问题的方式 不是百分之百 根据我的答案来的 因为它是一个AI 它还有随机性 但是如果给了种子号码的话呢 也就是说你能更好地控制你的小蜜 去给consistent的答案 也就是一致的答案 第三个点就是 我们的数据 不会再局限于2021年的9月份了 这次的更新是到了2023年的4月份 而且它会经常地更新实时的数据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最开心的更新 就是现在我们有道理3 GPT4能够看到能够听到也能够说话 但是呢它没有一个统合的对话机器人 可以让我们又能听又能读又能写 那这次的更新呢 它说今天就会有啊 就会把这么多个全部压缩在一起 变成一个总和的真正的是多模态的聊天机器人 能听能读能写 那我们之前都听说过一个app叫做Be My Eyes 也就是帮助盲人看世界的手机app 你拿着这个app用AI看世界的功能 把所有他能看到的东西描述出来 这个其实真的是非常有用的 而且机器人说话的声音也会更加地真实 现在有六个不同的人生选择 那还有就是transcribe 也就是听力的功能 把你听到的东西转化成文字的这个功能 之前呢我们是有whisper whisper非常的慢 然后后来出了个faster whisper faster whisper稍微快一些 但是也没有再后来出的whisper jacks这么快 whisper jacks它快到是一小时的语音 它能用几十秒的时间帮你全部转换成文字 那这一次的whisper v3我其实很期待 因为其实whisper jacks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在转换的时候 准确性没有说特别的精确 那我希望说这个whisper v3 有whisper jacks的速度 再加上whisper的准确性 那第五呢就是customization customization客制化呢 以前我们都是gpt3.5的fine tuning 现在是变成gpt4的fine tuning 也就是说它会更加的人性化 更加的精确 就好像我刚才用沙巴的数据 去培训的这个小秘 它其实我可能要重新再做一遍啊 就是用custom models 这个是openAI自己的系统了 就是说我不需要用到第三方 比如说chatbase或者chatbot 其他这些service可能都不需要用到 直接进到openAI里面 训练你自己的小秘 第六个就是现在很多开发者遇到的问题 就是说API不够用 其实如果它们量很大的话呢 它现在的这个rate limit是有限制的 每分钟是两万个字符啊 其实对于很多开发者来说是不够的 所以现在他们要把它给加到两倍 那Sam Altman还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比如说我的这些数据 我用来培训我的小秘的这些数据 是我自己的proprietary data 也就是说只属于我 我从来没有跟别人在外面公开分享过的话 如果有任何版权的问题 他们会帮忙付这个打官司的费用 也就是说会有更好的版权保护 他们也不会用你自己私人的这些信息 来培训openAI大语言模型 现在所有的人都可以用你自己的数据训练你自己的机器人 他们叫做GPT 那谁做的GPT最厉害的最多人用的话呢 奥特曼还说可以做利润分成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要做平台了 下一个风口有可能不是做视频了 而是做机器人 那么群里卖的小伙伴呢 立刻反映出来 这就是一个商机 只要你有高质量的私有数据 就很值钱了 训练一个分身直接就可以卖钱了 就比如说你有一些房地产的数据 或者是股票的数据 跟钱有关的一般来讲不会差 就是现在可以 大家想要做这个事情的话呢 就是你选一个细分领域 赶紧去收集高质量的数据 做一个GPT出来 然后等下个月GPT商店开店的时候 你就有可能成为第一代的GPT网红 那这个客制化GPT有什么案例呢 就有一个 有一个是code.org 这是编程课程的一个自定义GPT 最基本的学编程的 还有Canva 就是设计生成图片 做产品的marketing 也就是推广 来做广告啊 就好像你要做一些Instagram 或者是脸书的宣传的时候 你都是需要Canva的 那其实最厉害的例子呢 是Zapier的这一个例子 就是它直接是在 ChatGPT里面 连接到了Zapier 调用它里面的日程表 那日程表呢 可能是跟你的Google Calendar连起来 这样的话 它就会检查一下 你这个时间段是不是有事情要做 然后它把整个的你的日程全部都写出来 然后直接在ChatGPT里面就告诉他说 我要给Sam发一个短信 告诉他我要走了 我要跑了 那Zapier也可以做到 在ChatGPT上面发信息也能收到 以后我们只要有一个ChatGPT的话 真的是衣食出心 基本上可以完全安排了 那在大会上呢 Sam也亲自示范了 怎么样做一个GPT 大概不用两分钟的时间 他就做出来 而且是用最简单的prompt 我可以把它的prompt收集起来 他就说经常会有人问他 怎么样做一个好的 跟AI相关的创业的项目 他就用非常简单的prompt 做了一个小GPT 那由于我到现在为止 我刷新了好多次 我今天都没有刷到更新 所以等他更新之后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机器人 看看能不能做一个初代的GPT网红 其实后面大会 还有跟开发者相关的一些内容 这个由于深度比较高 所以我就不做了 就是每一次OpenAI的更新 都不会让人失望 这一次也是一样 就是把我们一直以来 用AI用Chatbot遇到的问题 他全部都想到了 而且以后是可以有一个窗口 比如说你遇到问题的话 你可以跟OpenAI提出来 这次大会是看称AI春晚 我最喜欢的 当然就是他把所有的模态 给整合到一起了 我每次在用ChatGPT的时候 就想说你什么时候 把它整合到一起啊 因为我到处切换很麻烦 就比如说你上传个图 它图里面的数据呢 你又没办法用上网的方式 再去问 所以你还得把所有的资料 再复制一遍 再去上网 去寻找答案 那如果能够整合到一起的话 真的是完美 那这次更新完了之后 其他公司真的就是望尘莫及 虽然老马 马斯克那边的XAI呢 已经出来一个broke 我认识的人还没有能够测试的 我觉得很难做到多模态 它这一个多模态又能上网 又能画画 又能上传文档 又能帮你做数据分析 这个加起来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所向披靡 关键是 你以后在上面做的机器人 它也是多模态的 也就是说character.AI可能悬了 Cloud我觉得也悬了 唯一能够跟它抗衡的 我现在就觉得只有bar的 今年这个AI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 稍微放慢点脚步呢 感觉就跟不上了 也想问一下大家 你想不想要做一个GPT呢 如果你要做的话 你会做什么样类型的GPT呢 请在下面留言哈 其实我之前做小蜜的那集视频呢 我已经放在了左手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视频 其实当时流量不是很多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 这是我这么多期视频里面 最有价值的集器之一 大家没事的话可以复习一下 Code Interpreter 十个不同的用法 说不定你还能碰撞出新的火花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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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